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RN与LM频道 今日继续与大家分享林小群的演艺人生 林小群的表演,唱造区阶,唱功大方自然,势力准确 她的音质千世由美,软转动人,咬字清晰,字字朱姬 运行的高低益阳轻重急缓,随着剧情及人物的需要 以情大声,她都做到相当恰如其分 她在《代玉归天》、《拜月记》、《柳毅传书》、 《猜头讽》、《玉璋记》、《乐臣》、 《何文秀》等等这些剧中的表演都细致感人 是受到观众和粤剧界人士的热烈赞赏 而近年她和她的夫妻白昭雄移居了海外 但也不时会回国参加演出 她曾经主演的剧幕有三厂楼花园 阿霞、珠江春朝、楼湖南、洪霞、洛晨 京阿、富箭何文秀、蝴蝶杯、剪玉观音、 玉璋妓、拜月记、关汉卿等 林小群也曾经先后随团去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中国香港等地、中国澳门等地区演出 1986年5月她担任广东粤剧院副院长 其后在1988年她移居了美国 林小群是已故著名男粤剧花旦林超群的长女 她童年时在父亲的分徒下爱上粤剧 随后拜师学艺苦练粤剧打下唱功的基础 自从17年前移居美国之后 林小群将全副精神用来培育和训练 三藩市湾区的一班新进粤剧表演者 如印良表示在林小群超过六十年演艺生涯中 她在众多著名的粤剧作品表演中 观众不单止被她动人的表演吸引 更加被她江中大游粤耳的声音吸引 她在艺术世界最大的贡献 就是她推动粤剧和中国文化 培育了一班粤剧界的新人 无论对粤剧感到越熟悉或陌生的观众都表演 白昭雄即是她的夫妻 自幼也是对粤剧有浓厚的兴趣 而她的爸爸也是粤剧界的名领之一 她在16岁的时候正式在中国香港地区加入粤剧学院 接受已故著名粤剧小生表演艺术家 林俱荣的白俱荣的训练 在18岁的时候就荣升主角 她逗留在香港六年时间 其后返回广州和永江名剧团合作 自同他们夫妻两人移民美国之后 白昭雄和林小群曾去过 谭香山、纽阳、波士顿、三藩市和洛杉矶等多个城市表演 他们也曾经在史丹福大学多次作出粤剧表演 余印良表示白昭雄在三藩市湾区 是受人尊敬的艺术老师 在多个不同粤剧中表演和指导 她训练了一班聪明的学生 继续练了艺术细胞 在多方面作出贡献 确保能够保留和维持粤剧的精髓 使得下一代的人都能够继续享受粤剧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接下来讲一些一两则林小群的个人日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林小群虽然是享誉南国剧坛的正印花旦 但她刚刚步入中年 按照现在当时的中青年标准 她甚至可以往青年演员那一边来挂靠 那一日她一回到剧院 就发现来自北京的一群一中的 红卫兵小将就杀到进来 那广东粤剧院占地比较广阔 但也已是一片狼藉了 那些古装的戏 那些戏服、行头、报警、剧本 都被破尸构、撕毁了、浅踏、焚烧了 那因为林小群也很有名气 所以剧院的好心人被她赶快躲起来 之后她的丈夫白昭雄被定性为三明三高 处于牛鬼蛇神的边缘 再到后来她们全部都被放逐到月北的一个茶厂 就在那里劳改造 劳动改造 而且被告知将会在这里扎根一世 生为茶厂的人死都是茶厂的鬼 那茶厂原来就是关注罪犯的劳改墙 生活条件相当差 而是寄生虫和细菌在这茶厂内都是到处滋生的 那林小群的丈夫白昭雄就在这里改造了五年 而前团长谭玉珍就在这茶厂上吊自杀 但是林小群自己却在三个月之后被调回去参加 让板戏的剧团演出 但是调回去让板戏剧团 就不是演戏的 而是在后台那里做一些杂舞 而且就是帮一些人 譬如说刁德一 胡全恢等人擦皮鞋 烫戏服等等 直到他被认为改造得差不多了 就让他演阿庆嫂这些角色 起知由于他心理压力太大 在某一次的演出里面 就唱错了曲 就将下一场的唱段 提前了前一场唱 结果就造成了特大的政治事故 不但在团里面被批判 团长也要出前台 向观众道歉 和向江青同志请载 林小群回忆起文革的破四旧阶段 和在干械的岁月 也感触良多 当时领导整个文艺战线的 是广州军区文化部的领导 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懂的粤剧 也加以指使、批判 就派出了很多战士的歌舞团的人来到 每日就要拿林小群等等 这些粤剧艺人就练习唱歌 完全是另一套的练声方法 以至到文革后的林小群 他的声带就严重受损 因为样板战的唱法 和古装战的唱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及至到文革后 林小群就需要休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养好他的声 才得以重新登上舞台 演出他那些传统粤剧 这个也是林小群他人生里面的一段小插曲 好,和大家分享林小群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更多的演艺名灵的人生 拜拜